神的恩典 好的 这里我帮助你们写这个神的恩典 因为很多人很难想到神的 不知道怎样想 现在给你们一些帮助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 神怎样将这个属性放在我们里面 这个属性可以去喜乐 平安 力量 心 这些方面 就是 首先神怎样放在我们里面 这个第一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改变的时候 重生的时候 神重生我们 你留意我是将神放在 神重生我们的时候 我都是说神的作为 神重生我们的时候 就将这个性情放在我们里面 而且当我们亲近神放在中断的时候 这个性情就更加强了 亲近神的时候 他就更加强了 所以很多方面 例如 喜乐 信耶稣就开始有喜乐 是神放在里面的 然后 但我们亲近神也有喜乐 是不是 所以可以应用着安息 可以应用着很多 很多其他的恩典的 然后第二 神激励我们常常都活出这个属性 在困难的时候也帮助我们怎样去不要担心 不要忽略 去依靠他 信靠他 然后当我们活出这个属性 神就很喜悦了 神就祝福我们了 然后神教导我们怎样将这个属性传给别人了 帮助别人能够经历到 然后当我们这样做帮传给其他人 他就喜悦和赏赐 最重要是 一二三 一二三 因为这里是讲到直接给我们的 但有些恩典是我们要传给其他人 例如帮助人怎样有喜乐的 这个是上面的帮助我们这样这个属性传给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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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